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强力半光灯将其无效化 暴露于SCP-2863的平民将被施以A级记忆消除 描述 SCP-2863是一种出现于日本边境的幽灵状实体 外观类似巨大的 约30公尺高的人类骨骼 SCP-2863的缺械数量未知 但至少有206个体已被记录号码 SCP-2863仅在预弱后出现 若暴露于1.1流明以上光线就会失去物质形态 此过程的具体状况当前未明 此种形式的消失仅为暂时性 个体会在之后的夜晚再次出现 此种现象的可能副作用是 SCP-2863无法被任何已知手段拍摄 正在研究此性质及其与该现象间的联系 当前未知SCP-2863个体是否具有智慧 其行为全部是对人类进行抓捕和吞食 SCP-2863个体能及其无声的活动 但其显现一般会伴有模糊声响 一般描述成看他生 因其无声、体型以及对极暗区域的偏好 SCP-2863能轻易且快速地抓住步行中的人类 一旦SCP-2863个体抓住人类受害者 它将咬下受害者的头部并用嘴吸血 血液似乎是被SCP-2863的骨骼吸入 虽然其并无任何消化机制 SCP-2863个体会对试图干扰其进食者 表现出习惯敌意 因城市发展基金会监控的增多 自2008年10月31月以来 也没有出现SCP-2863造成的伤亡报告 对SCP-2863的监控及控制 过去由IJAMEA执行 直至该机构解散 多名IJAMEA特工 参与了基金会受用措施的制定 并继续作为全职基金会雇员工作 当前SCP-2863正处在自动特检队欧散的成功控制下 下面是IJAMEA对SCP-2863的尸体概要 恶者骷髅是一种凶恶的妖怪 分布于大日本帝国全境 它们在夜间出没 从黑暗中现身 寻找人血 一般武器对恶者骷髅完全无用 它们只可被招仰赶走 或者是人造的亮光 恶者骷髅产生自大规模死亡 之处百人苦痛的其合体 恶者骷髅最终会自行消退 但能持续存在数百年之久 徘徊直居伤被消散 没有办法可以加速此过程 大日本帝国异常事务调查局 当前至少有203个恶者骷髅存在 神道教仪式可以驱逐恶者骷髅 但没有方法可以永久消灭之 算曾多次尝试 但交流从未成功 恶者骷髅已被确认具过分敌意 而不能纳入妖怪营中 IJAMEA会继续努力 直至恶者骷髅能被帝国所控制 但此过程缓慢紧张 为此失去许多人手 日本若要继续前进 恶者骷髅便必须被处置 削减他们的数目 让他们变成只是个小麻烦 在基金会接管IJAMEA资产以来 有额外三个SCP-2863课题被记录 细节如下 ICP-2863-204被确信首次于1938年1月 在中国南京附近出现 课题显著巨大 高约35公尺 其头骨、骨盆、恶骨处与严重损伤 IJAMEA从未对ICP-2863-204 进行任何书面记录 虽然中国人对其在七年间 曾有多次一手目击报告 该课题被基金会在1946年记录 ICP-2863-205首次记录在1954年 或于福岡市东南数千公尺外 个体全身有严重烧伤 个体散发出地基量γ辐射 ICP-2863-206首次出现于20113月15日 于日本东北地区离岸40公尺处 个体完全没有牙齿 头骨背后有严重受损 个体在靠近仙台市后无效化 曝鲁于城市的光线下 个体自最初目击以来被目击到三次 每次都出现在海岸外 以上就是ICP-2863 简单说ICP-2863是超巨大的骷髅 会在暗处出现 并且攻击人类吸食人血 被光照射到时会失去物理心态 它们常会在有大规模死亡后出现 而随之出现的ICP-2863特征 则会与死亡方式相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支持影片 记得忘了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照不喜欢吧 希望这种ICP有主题可以的人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